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自己肯定养着律师 对不对 当人自由出来之后 他立刻可以跟对方接触 可以跟对方接触 只要对方把这件事情OK了 就是对方不去追究了 你相信警察会揪他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对不对 警察对这件事情 如果作为一个小屁警察 去得罪王思聪 你还不如交个朋友王思聪 可别整个秉公办事 非要难为王家 如果难为王思聪的人 警察 他一定不是他 一定不是他 一定是有另外的故事 所以这故事就这么来的 那他要和利用法律 还给一个自由之身 你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寻求保释吗 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时间 给他一个环境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能够去跟对方去交涉 不过如此 所以跟我们当时讲的故事 差不多 他有这个环境 他有这个条件 那结果他说新的一年 209万和解了 那下面就引起了巨大的讨论 引起了巨大讨论 这个讨论呢 我个人觉得就说 真的就是一个 我只能说是一个很感慨 对吧 那有钱的人 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就OK了 应该看电影的话 看老炮 冯小刚的老炮 如果你对这事不理解的话 你就看冯小刚老炮 我觉得就OK了 那冯小刚老炮里头 有一段故事 他把那哥们 他把那小小的那个Masha 那辆车对不对 那个给划了 然后他说 要给人两千多块钱私了 有那么多故事 我觉得就有 我觉得很类似了 王思聪就是那辆Masha 那底下讨论的 就是这群老炮要私了 但是呢 又没有就是又没有老炮的 那一份最后那点精神 那第一个大砍刀 就到这个议和园后头 后湖那哈 兵面上大家扯了 他的精神战胜对方 那老炮的精神呢 老炮已经不灵了 对干什么都不灵了 所以但老炮上存了那么一点点 我自己感觉就上存了那么一点 他告诉真实这个分离的社会 所以冯小刚真的是有他 很就是很接地气的 很那个故事 那现在大家碰到 其实就是冯小刚 你用冯小刚老炮 你就可以解释 讨论了半天 大多讨论的朋友 内心中 我以为挺悲剧的 我以为真正挺悲剧 如果你说 你在侮辱我们广大的朋友们 如果你说侮辱的话 我跟你说下一个故事 这都是连着的 老炮 这个王思松今天开直播 直接聊打架 想看他的直播 门槛六块钱 一百万人去听他花钱 去听他打架的故事 结果一算账 那他开直播 他得给人家装点钱 我不知道在微信 微博还是抖音上 开直播的话 进门费六块钱 你得给人家那边的流程 他赚了三百三百九十一万 如果花六百万 他赚三百九十一万的话 那他流程 流程挺高的 流程挺高的 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六十五 对方收到百分之三十五 他赚了三百九十一万 他花多少钱了的呢 二百零九万 开直播聊天 然后用这笔钱去顶了那个 他挣了一百八十万 有人说这是假的 可能 我不否认成可能是假的 但这就是故事 这就是那些人 为什么去 就老炮里那些孩子 为什么去开麻省 为什么看见你们这些人 是一个脱轨的人 那人们在去讨论的时候 为什么是脱轨的 他去开直播聊天 说我哪天打架了 这一百万人花六块钱进去 你为什么要听 打架天天有 你为什么要听他打架 说我听听他怎么说 他也是一块肉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的社会 出现现在的故事 就是你现在看到所有的故事 这是无解的 完全无解的 整个氛围 可能朋友说跟年龄段有关 这些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是一茬一茬一茬 就这么跟着来 一百万多吗 我觉得不多 我真觉得不多 那按照王思聪的名望 开直播一百万 我曾经见过 我曾经见过一个人 开直播 也是类似的状况 那个人也是类似状况 骂人乱七八糟 什么事都可以 什么事都可以放在桌上 光不留条 什么事都可以干 他跟当时开直播 一百 在线的时候是一百一十二万 是一百多万 那我当时在线 我看 那故事是那样 所以这就是 而他的身份 那个人的背景身份 跟王思聪有的一比 所以钱 人们中国人 中共国人的大陆人的价值观 崩溃了 所以崩溃之后 人们听到的 人们为这样的事去听 结果把钱给了对方 人家轻而易举的 把事给解决了 还挣了一百八十万 对吧 而当挣了一百八十万 人们在讨论 他为什么要用两百零九万 去赔这个钱 去赔他 真有钱的 这事其实王思聪留下了个尾巴 王思聪明儿再出门 你看得有多少人跟他照相 给他照相 要不然你打我一动 我求求你 对不对 把我眼睛留下来 OK 你给我撅收一根手指头 没关系 因为那哥们儿 是一个鼻梁子 赔了二百零九万 你看得有多少人去炸他 炸王思聪 炸李思聪 炸孙思聪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当他讲这故事的时候 有多少人会 说着无意 听着有心 那这就是今天 我前提说 你可能说这个东西不对 我真的不否认 发这个贴的人 是新加坡人 在新加坡的东北部地区 这记者是今天早上发的 但是呢 我已经看了有不同贴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了 这是反映了中共国真正现实的状况 我没有讲谁对谁错 我只讲说 这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这是今天中共国人的生命的价值观 都在其中反映了 对吧 人们去听他 然后再去骂他 这些有钱人 这些非常这拿 然后其实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 才因为这样 才造成今天中共国出现这种大疫情 这种大疫情 就是对今天社会 人的道德沦丧 就是人的生命标准的沦丧之后的 神的惩罚 而越是这样的说 人们能有能力 在神性上去反映 在道德角度去思考自己的能 是否做错了什么 这一份人间的能力 几乎消失一尽 没有了 但是呢 在当这件事情完全过去之后 会给人类未来的历史 留下一段故事 就像我们看过的故事是一样的 我们看过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黑死病 成片成片的人死去 对不对 看过那故事是一样 以后的人们就读这段故事 当时是这样了 有个叫王思聪的 一群傻瓜 看他直播 给了他六百万 然后呢 他打了 打的是打人 讲的是打人的故事 然后给那哥们呢 二百一二百零九万 那哥们一看 鼻梁的值二百零九万 也是个价 牛懒乐呵呵 这事就了了 结果再一算账呢 人家王思聪自己收了一百八十万 开直播那地方呢 人家收走了两百多万 你说谁是最赔的 你说谁是最麻烦的 就是在这讨论的 就是听他直播的 感谢朋友们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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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